周濟海景家福酒店 他們的意大利餐廳叫做Phil Mistro by Phil Randall 名字很長 而且以前他的中文名叫做海豐餐廳 現在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中文名 沒有 不見他有 其實這樣對顧客來說有點不方便 因為他的名字比較長 他可能想讓人覺得順意大利餐廳 不想給一個中文名字 這是英文名字 Mistro好像是意大利名字 但Phil不是 Phil Randall是意大利名字 不敢肯定 他是英國人 我們以前在疫情期間 我們D100都搞過星星美食 在意大利餐廳吃 那次到現在大家都很回味 因為我們那次應該是 我好像做了星期日 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就是一個brunch 頭盆任食 甜品任食 中間主菜另叫 大家很回味 最近他們的星期日的brunch 依然都一樣 不過好像加貴一點 因為疫情之後有些不同 我不是很記得價錢 現在貴了 還有他們可能要包飲品 但合理的 不過他只是做星期六 我現在說是星期日的 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星期六 跟以前不同 這個不是自助餐 而是半住自助餐 是純粹跟菜單 但份量也很大 而且選擇也多 是 我們看看第三個檔案 我們看看 這個就是那間餐廳 在酒店的地庫二樓 旁邊就是海景軒 海景軒 看看他什麼時候光復 因為暫時他們都變動比較多 大家內心忍耐 有什麼事我們會通知大家 其實門口 你看到右手邊有些奇怪的東西 放在這裡 好像是介紹這次的食物 我們看看照片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他這次和意大利啤酒品牌 Girani合作做一個Sunday brunch 所以價錢上都挺好的 所以有這樣的新的星期六的brunch出現了 不過價錢好像加68元 好像是 任飲啤酒都加少少 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就是餐廳裡面 你看到沒有什麼人 因為那時候很早 但是星期六一時半之後 就真的很多人了 其實心裡爆了 接著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就是他們的菜單 這是英文版 我看下一張照片 中文版 不好意思 我沒有拍中文版 中文版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有 它突然會被打過來 你扔給我 你會看到它的右下角 會寫 這個brunch 星期六的brunch 有意識頭盤 有主菜 還有甜品 每位是468元 加一 其實都很划算 其實是意大利品 因為它的份量都很多 如果你想無限長喝一種 Paronic 意大利啤酒 只需要加98元 我記錯了 如果你再喝一種 泥口酒和氣泡酒 就加158元 如果你想只喝檸檬特飲 即是檸檬特飲 就加68元 即是68元 可以 其實這杯好喝 這次我覺得有很多食物 而且如果多人吃的更加好 就可以將食物交換 因為它有 稍後說明早上 大家看到有很多款 我覺得四人以上都可以 四至六人去吃就剛剛好 應該是好的 我也覺得 在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多些人去吃 就可以開心一點 我一方面丟個菜單給你 另一方面可以繼續看照片 下一張照片是什麼 它的麵包 後來拌了一些熱的過來 番茄包 其實麵包 我記得有Cruzzini 有調裝的 另外有一隻應該是類似Focasia 但有時候 說真的 有時候可能因為麵包照燈照得很久 就乾了一點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大家應該要提出換包 當日換了一些熱的 暖暖的 新鮮而沒有照很久燈 好吃很多 鬆軟了很多 我發了個菜單給你 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然後再看看其他食物 藍的麵包 問題不算很大 然後這個 好像也有 是 是 一個小食 前面就是 這個是什麼 不是 芝士 這是什麼芝士 是不是Corn Tea 好像是Corn Tea 後面就是橄欖 對 其實Corn Tea 是用來做香檳類型的飲品 是非常好的 有氣酒 那天有人叫了一杯茶 然後配蜜糖 我拿了蜜糖來碟 都可以的 因為芝士加蜜糖是好吃的 好吃的 而我當日喝了一些有氣酒 所以一喝就非常適合 味道很突出 所以這些食物 有些人就會很容易被承認 可能只是小吃而已 但有些人喜歡吃 或是會吃 就會如鑊自補 沒錯 我們將來吃光 我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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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放肆 我一直吃 怎樣吃怎樣吃 對 也會的 接著下一張照片 就是他們的檸檬特飲 你覺得可以嗎 可以 令我勾起一些兒時回憶 為什麼兒時回憶 你在意大利出生嗎 不是 以前在廟街 很小的時候 80年代 我很老 那時候吃蠔 我們會買一杯檸檬汁 這樣喝 是嗎 檸檬汁刨冰 檸檬汁 放些糖漿 有這些東西嗎 很久沒有了 以前吃炸蠔餅 就會加這些東西 我不好知道 說真的 也不是你的年代 但那時候都是新鮮檸檬 新鮮檸 這麼正 學生時代 沒辦法 但也不甜 可以甜點 可以不甜 它怎樣也要加少許糖 對 要加糖漿 這款也加了一些糖 但不太甜 但也好喝 也要勾一些兒時回憶 原來如此 你的兒時是我帶過了 下一張照片 就是一隻白酒 是一隻白酒 Pino Grigio 其實也值得喝的 價錢不算很貴 剛才你配芝士 配芝士 配芝士很適合 然後它的頭盤有四樣東西選擇 我看看這張照片 包括這個風乾火腿 配一些芝士 風乾火腿應該也有四款 有 但我反而喜歡 三款 我反而喜歡後面的 後面的就是一個 烤過的蕃茄 露筍用煙肉包著它 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意識頭盤 原來不是四選一 是全部要的 全部有的 我又在說主菜 這個是全部有的 主菜是任選一款 主菜好像一二三 主菜六選一 但頭盤是全部要的 所以我剛才說主菜四至六人去 就是正好 很多 所以我說四至六人去 就是正好 為什麼呢 好像雲吞那裡只有四粒 是嗎 是的 這個我們待會再說 先講主菜 先講頭盤 先講頭盤 遠一點那個還沒說 那個是一個風乾火腿包著的 露筍 烤了的也蠻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個 我很喜歡吃這個 我掃光了 後面那個 原來如此 那就正 這個拼盤是好吃的 下一張照片是另一個頭盤 這個就是水牛芝士 再配一個黑松露醬 再加番茄 這些不能輸 不能輸 尤其是你切開它之後 你看到裡面 那個軟熟的感覺 奶水很充足 令到你也流鼻血 下一張照片 意大利很喜歡這樣煮 就是地中海的八爪魚沙律藍釀 再加一點檸檬汁 醬汁 很棒 這個我想它因為喜歡 方便大家分食 所以切開了 但我平時很喜歡 如果吃意大利八爪魚 就一條 可以慢慢切來吃 我有一組之前去澳門 吃意大利餐廳 他們都是一條條 我都喜歡一點 你有沒有吃過之前去 香港什麼意大利餐廳 Pina Giovanni 最近開了很多 在疫情期間 明星期間開了很多間 我這間沒去的 下次找你去 好 他們都是吃整條 好 有點咬口一點的感覺 而且覺得感受好像好一點 是 但以分食來說 切好就更加好 而且攪拌起來容易攪拌 也是 接著下一張照片是什麼 Pizza 然後去做主菜 主菜6選1 其中一樣是Pizza Pizza去真的很大 真的飽 真的飽 所以一個人 我就吃不完 沒錯 所以我一直都說 要幾個人去就是這樣 其實四個人 我覺得standard數字是很重要 四人桌 四人起跳 對 我想看看Pizza 叫什麼名字 應該是意大利番茄 水牛芝士 接著有Bizzo Palma Ham 都是Palma的芝士 還有番茄和火箭菜 很傳統的配搭 對 其實有一種美式芝士 什麼都用芝士蓋上去 然後一焗 所有東西都熟透 你記不記得 但意大利芝士 意大利芝士 它的蔬菜的料是生生的 對 就是這樣鋪上去 你繼續說 你記不記得大坑有一間叫Piccolo 很久沒去 我知道 裡面有一款薄餅 是四種不同的芝士 四種芝士 四種芝士 那一種 我覺得以前吃下去好吃 現在不知道 我很久沒去 可能你年紀又不同了 對於只是芝士 也想想 但是Ali Oreo也是很好吃 現在還在這間餐廳 好像已經縮了 縮了 因為大坑有 西環有 中環都有 不過這間餐廳 同一個概念 循環了十幾年 可能是時候要改變 因為這個市道經常改 沒錯 接著就是意粉 下一張相片 意大利雲吞 這個我們做那次的D100個美食 也有出現過 他用牛肝菌煮 記得 我讀出來 是否應該可以 是慢煮鴨肉的雲吞 配豬背油 白色蓋上的 Parma cheese 和羊肚菌汁 對 其實這個雲吞 我覺得很好吃 是啊 我很喜歡那個汁 它掛到汁 其實我昨天去過另一間餐廳 它用青湯 它用雜菌的青湯 是 變成吃下去好像 味道無法出現 掛了一點 對 但這個它用這個羊肝菌 羊肚菌 它的汁是煮出來 你掛到一起吃下去 很香 還有麵包可以忍 沒錯 而且我覺得它雲吞的皮夠挺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去一些較差的餐廳 做意大利雲吞 皮不夠挺 或者太薄 擦得不漂亮 它會穿 對 對 承托不在裡面的餡 但這個就很有口感 但是它只有四顆 就是剛才說的 所以分食的話 你最好都是四人一張桌子算了 沒錯 我覺得兩個人都可以 不過兩個人的薄餅又吃不到 不吃薄餅 我唯有選別的樣子 但薄餅又可以 挺開心 挺開心的 但問題是你兩個人的話 你就不會 當日我們也有很多人 隔壁很多都是兩個人 都是 因為雲吞我想吃兩顆 對 挺好吃 下次再去 下一張照片 就是我們當日喝的紅酒 對 這個時間要出紅酒 出白露露了 真是多謝他們 因為有肉 給點美酒 白露露真的很棒 他們配肉 對 下一張照片 是另一個意粉 這隻意粉 我沒搞錯 這是寬條麵 對 應該是有龍蝦的 是嗎 慢煮龍蝦和海鮮的 這個寬條麵 這個應該可以 有些咬口 對 它有一盆是自己home make 的意粉 對 它一個是home make 好像是 它的意粉 滑一點 軟身一點 還有它的掛到 我很喜歡掛汁 我也是喜歡這樣 是 喜歡夠吃錢和一坨 而且它的份量真的不小 四個人吃夠分 你有沒有發覺有些意大利餐廳 那些意粉現在很小碟 對 碟很大 碟很大 粉很少 但兩口就拿了 但這裡是不會的 永遠都是整碟 下一張照片也是一個意粉 我也覺得這個好吃 這個 這個就是龍蝦海鮮 剛才那個是慢煮黃牛蜂條麵 抱歉 因為兩個都一坨 看不清楚 要近距離看一張照片 但這個好吃 因為番茄的汁真的很棒 你看到我剛才說 我的番茄我都吃完 他也是用我的番茄 所以很棒 下一張照片我也覺得非常棒 就是給你羊架 燒羊架 剛剛好 你看 燒的生熟度 對 說真的 以前我都在Mistro吃過羊架 我在五六年前 那時候我都普通 但這次很好 很好吃 還有我覺得它的蔬菜都處理得很好 它用澳洲羊 如果我記錯 是啊 它用澳洲羊 還有蔬菜都處理得很好 燒得剛剛好 你看到又不焦又不吃 然後下一張照片是什麼 海鮮湯 這個海鮮湯 其實也是像法國或意大利南部的那些 這個就真的燒麵包一流 而且你想想 多到一些材料 你看 南背 蝦 帶子 魷魚 是啊 全放進去 所以味道是很濃縮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所以你說拿些麵包去燒醬汁 其實平時這些海鮮鍋 只有一個也要賣三百多 要的 那你今次整個brunch 你都要吃四八六 四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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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的 好了 甜品其實就不用選 但它一次過給你招牌 下一張照片 檸檬塔 中間的檸檬塔真的超級好吃 它因為一定要用意大利的 Amafi的檸檬 所以檸檬味真的特別好 很香 而且不搶的 感覺很舒服 你吃 另外它右邊有個無膚質的朱古力蛋糕 我也覺得很好吃 很軟 另外它再加了一個芝士蛋糕 我覺得這是葡萄酒味的 芝士蛋糕 但是檸檬塔太出色了 我覺得放進去 但以芝士餅來說 它也是好吃的 所以當日我已經吃光了 我後來很記得一件事 我叫師傅做個 Tiramisu給我 我們跳了一張照片 看它的Tiramisu Tiramisu也是很好吃的 很有品質的 這張照片 因為它是葡萄酒 總做過一次給我們吃 我們很喜歡吃 說真的 如果任吃的話 這個Tiramisu永遠都被人搶了 但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在我們這個餐廳沒有 但如果是四日吃復菲 就全部都可以拿 真的很好吃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套餐 因為真的不太貴 以一個brunch來計算 這個不貴 而且它真的吃到一些很傳統的食物 而且份量真的可以夠你飽到晚上 而且加一點狀狀喝啤酒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